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美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游客在美国嫖娼 损失惨重6.4万美元没了 那不是同学吗 内华达大学教授身亡 昔日校友震惊 从中国基金赚取可观薪资 亨特·拜登被控9项罪名 马斯克赞赏阿根廷及右翼新总统 两人互捧超嗨 豪至5600万 刚办完世纪婚礼 新郎孔面临终身监禁 请大家收看 中国游客在美国嫖娼 损失惨重6.4万美元没了 网友 拉斯维加斯一名妓女 因涉嫌从中国游客的酒店房间 偷窃行李被捕 这名女子在游客熟睡时 偷走了她的行李箱 里面装有价格高昂的物品 警方调查发现 监控录像显示 两名女子离开酒店后 提着行李箱离开 并上一辆出租车 目前 嫌犯已被保释 将于2024年1月9日出庭 这起案件涉及重大盗窃 入室盗窃 和从事卖淫活动等指控 那不是同学吗 内华达大学教授身亡 昔日校友震惊 网友 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 UNLE发生枪击案 其中一名死者 是来自台湾的商学院教授张家珍 张家珍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海洋系的校友 但毕业后与学校没有互动 他的同班同学对他的印象不深 因为他后来改行钻研其他领域 并在美国发展 同学们对他的突然离世 感到震惊和难过 海洋大学的前校长张清风 也对这样的事情感到遗憾和否舍 从中国基金赚取可观薪资 亨特拜登被控九项罪名 网友 美国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 被美国司法部起诉九项 违反税务规定罪名 最高可能面临17年徒刑 他被指控逃漏税140万美元 并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 未付出联邦税款 起诉书还指出 亨特在这段期间的收入可观 但花费也相当惊人 亨特今年九月已被起诉 吸毒购买枪之罪名 若被定罪 他可能面临40年的监禁 亨特的代表律师认为 这些起诉与政治有关 目前 白宫和特别检察官 尚未对此事做出回应 马斯克赞赏阿根廷 极右翼新总统 两人互捧超嗨 网友 阿根廷新当选总统米雷伊 与科技大亨马斯克 进行了电话交谈 马斯克计划明年造访阿根廷 之前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多次互动 米雷伊在一部 关于自由理念的影片中 谈到了阿根廷的经济困境 马斯克对米雷伊的理念表示赞赏 并称他是自由的象征 马斯克表示 米雷伊将为阿根廷带来繁荣 同时 阿根廷的外交部长透露 他们正努力与马斯克的公司 SpaceX合作 已在未来几年 为阿根廷提供服务 豪至5600万 刚办完世纪婚礼 新郎恐面临终身监禁 网友 德州一对夫妇 上个月在巴黎举行了一场豪华婚礼 吸引了世界的关注 然而 新郎的犯罪行为也被曝光 他被指控在今年3月袭击警察 最高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据报道 新郎在维斯特沃斯村向警察开枪 被当场捕获 但在缴纳了保释金后获释 两周前 他与新婚妻子在巴黎举行了一场 耗资5600万人的婚礼 其中包括 在巴黎歌剧院举行的晚宴 和在法尔赛公过夜 检方要求新郎认罪 并交出25年监禁 否则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在新郎的不法行为曝光后 新娘似乎删除了 她在社交媒体上 关于婚礼的记录 内华达大学枪击案 三死者全是老师39岁助教也身亡 网友 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发生的枪击案 造成三人死亡和一人受伤 枪手是一名曾申请该校教职未果的教授 其中两名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 一名来自台湾的商学院教授张家珍 和一名助理教授纳瓦罗·韦列兹 枪手在事发前 还向全国各地大学的教职员 发送了信件 其中一些信件内含白色粉末 枪手手上还有一份目标名单 但遇害的三人都不在名单上 枪手曾在东卡罗莱纳大学任教 对他的教学评价好坏参办 事发后 校方向师生发出了安全警报 重磅 弹劾拜登调查启动 家族海外收款2400万 网友 总结 美国众议员凯利·阿姆斯特朗发布决议 授权进行对总统拜登的弹劾调查 据ZeroHedge报道 拜登家族从海外收到超过2400万美元 拜登从兄弟詹姆斯 拜登那里收到20万美元 并收到来自兄弟和嫂子的4万美元 白宫便称 共和党正在进行的调查是违宪的 但共和党成员认为授权调查与实际弹劾投票是不同的问题 众议院司法监督核酬款美元会一直在调查 拜登家族财务状况和对亨特 拜登为纳税的调查 拜登政府豁免学贷 已超过360万人受益 网友 教育部宣布 由于先前出现错误 90多万名借款人 获得了440亿元的联邦学贷免除 修订后的公共服务贷款免除计划是 75万名借款人 获得了535亿元的联邦学贷纾困 拜登政府迄今已为超过360万人 豁免了1320亿元的联邦学贷 教育部长卡多纳表示 政府将继续努力解决学贷制度问题 借款人还款记录查核 采取了分批处理方式 耗时较长 今年7月和10月 分别宣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借款人的账户 记录处理结果 累计豁免了390亿元和28亿元的学贷 马斯克大骂丁克夫妻 我都生10个 你们不生没道德 网友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 不要孩子 这种生活方式已经从小众逐渐走向大众 这种趋势既与社会现代化有关 与年轻人追求个人生活品质有关 然而 当传统观念与不生育观念发生碰撞时 往往会引发争议 埃隆 马斯克作为有钱人中的有钱人 也是拥有最多孩子的人之一 他成为了多子多福派的代言人 马斯克多次公开表达了他对生孩子的看法 甚至表示那些故意不生孩子的人 简直没有道德 他认为人口不足是文明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 最近 一段关于丁克夫妻的视频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视频中 这对夫妻描述了没有孩子的好处 诸如可以自由支配收入 享受休闲活动等 然而 这段视频也引起了马斯克的注意 并公开表示那些故意不生孩子的人的道德 是很可怕的 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别人的孩子 在他们满年照顾他们 虽然有人支持马斯克的观点 但也有人认为养育孩子 并不是为了老了之后的照顾 事实上 有些人的孩子长大后并不会照顾父母 另外 一对来自犹他州的丁克夫妻 在TikTok上分享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视频获得了超过370万次观看 虽然评论区存在两极化 但彼此相对尊重对方的观点 然而 当这对夫妻的视频被转发到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时 情况变得不同 一些人对丁克进行了攻击和侮辱 称他们是被宠坏的迁徙一代和自私自利 夫妻俩对此并不生气 他们表示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对他人的负面声音并不在意 总之 现代社会对于生育观念的多样化 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无论是有孩子还是无孩子 而华人传统观念中 生育孩子并培养更出色的下一代仍然被广泛认可 对于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 准备应对美中开战 美国将发首份国防工业战略 网友 美国国防部将公布首份国防工业战略 预警美国国防工业的建造能力不足 难以跟上中国的发展步伐 然而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国防工业潜力巨大 一旦美中开战 美国有可能转变为新时代的民主兵工厂 目前 美国国防部已经启动了国防工业基础现代化的努力 并计划投入500亿美元用于国防工业基础的发展 创造或支持数万个就业机会 虽然美国国防工业存在一系列弱点 但过去表现出了在更短时间内 比预期更快地扩大生产关键系统的能力 因此 尽管中国在一些领域超过了美国 但在创新性的国防应用领域 美国仍然有竞争力 然而 有人认为 美国军工业的辉煌历史不会重演 美国国防工业的建造能力与中国相比存在差距 美国2023财年的军费开支 占GDP的比例接近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制造业基础萎缩 国防产业劳动力减少等问题 因此 有人主张加强政府对国防工业的规划和控制 投资先进系统 并在新兴技术领域利用私营部门 此外 美国近期还加强了与民主伙伴的国防产业合作 但也有人认为 重建美国自己的国防工业基础是更明智的选择 无论如何 美国国防部的国防工业战略 对于国防部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 政策制定以及工业基础的计划和投资提供了指导 目前 美国正努力重振和扩大本土军火生产线 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军事冲突 车撞公司铁门群飞喜劫 加州警察两小时才到现场 网友 洛杉矶县一位企业主在过去两年内多次遭受入室盗窃 并对政府和警察的不作为感到失望 最近一次入室盗窃发生在12月6日凌晨 多名嫌犯撞毁了企业周围的大门并进入建筑内 企业主表示 警方花了两个小时才到达现场 并指责政府和警察对该地区的保护不利 他对不断发生的入室盗窃事件感到沮丧 担心对他的业务造成的损失无法承受 每三名校校长白左面目可憎 辉瑞CEO痛骂可耻 网友 近日 哈佛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 在众议院听证会上就校园反犹太主义 和种族灭绝言论等问题作证 校长们回应称 具体是否违反校规将取决于具体情境 但他们的回答并未获得大多数人的满意 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 听到这些证词感到羞愧 白宫新闻秘书强调 大学呼吁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 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宾州州长呼吁宾州大学董事会召开会议 讨论校长的证词 是否代表大学和董事会的价值观 体面的中国偷渡客反而令人不安 网友 中国偷渡客数量 在美国边境逮捕人数激增 从4000人看来 去年同期只有329人 这一现象引起了美国的警觉 报道指出 中国偷渡客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升 许多偷渡客看起来精神抖擞 穿着舒适 与过去的偷渡客形象相比 有着明显的差异 报道还提到 中国偷渡客大多是因为中国经济前景暗淡 迫于压抑的政治环境而选择偷渡 然而 美国在与中国交涉遣返偷渡客时 往往得到的答复是无法证明他们是中国人 这让美国感到气愤 中国偷渡客选择偷渡的路径并不便宜 他们需要支付给人口贩运者约4万到6万美人的手续费 并且面临着徒步穿越丛林的危险 然而 这条出走中国路线已经变得相当有名 报道指出 中国偷渡客的数量激增和中国对外宣传的国富民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偷渡客的增加可能与中国的COVID-19风控政策有关 导致经济难以复苏和高失业率 此外 这些偷渡客的出现也引发了对他们背景的质疑 有人怀疑他们是否与解放军有关联 中国偷渡客的增加引起了美国方面的警觉 预计这将成为未来美中必须严肃交涉的一体之一 报道还提到 美国虽然希望遣返这些偷渡客 但在与中国的交涉中 往往得到的答复是无法证明他们是中国人 这使得美国感到气愤 因为中国是少数对自己公民有严格监控记录的国家之一 内华达大学枪击案 华裔教授张家珍不幸遇难 网友 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发生校园枪击案 造成三人死亡 其中一名死者是来自台湾的商学院教授张家珍 校长发信向教职员说明了伤亡情况 确认有两名死者是商学院教师 第三名受害者仍在确认中 张家珍教授在学术界有超过20年的经验 被誉为管理资讯系统的教育家 曾获得教学和研究的肯定 枪击案发生后 许多家长焦急地等待孩子 大学生能见到家长后纷纷哭泣 见死不救 西方开始焦躁和沮丧 网友 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面临着巨大风险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表示 如果美国无法继续提供额外援助 则乌克兰在冲突中战败的风险非常大 乌克兰自去年6月开始的反攻迄今收效甚微 而且 美国此前拨给基辅的资金已尽高清 这也是华盛顿提供给乌克兰武器数量在减少的原因 面对乌克兰战争的重要性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现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是否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 乌克兰的反攻进展缓慢 导致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也面临困境 白宫管理核预算办公室主任沙兰达·杨表示 到今年年底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援助的资金将见底 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也表示 美国在涉及为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的能力已经见底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拜登政府都表示了对援助的担忧 认为如果援助不及时将会给乌克兰带来严峻的后果 美国参议院最近公布了一项价值1105亿美元的补充方案 其中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 总统拜登也呼吁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援助 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对美国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乌克兰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发生在欧洲的局部战争 它对整个世界格局和美国的利益都有深远影响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都表示 美国有能力同时应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三个任务 然而 目前乌克兰战争的局势不容乐观 共和党人对乌克兰资金援助的争议使得乌克兰面临更大的风险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需要认识到 如果乌克兰失败 这将不仅仅是乌克兰的失败 也是美国的失败 将对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产生严重后果 总之 乌克兰战争进展缓慢 面临战败的风险 而美国的援助也面临困境 乌克兰和美国都十分担心援助不及时会导致严重后果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目前面临选择 是否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 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对美国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乌克兰失败 将会对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造成严重后果 因此 美国需要认识到乌克兰战争的重要性 并决定是否继续支持乌克兰 小心 家国常见连锁店一款饮料指第二例死亡 网友 全美最大的面包连锁店Panella Bread 因其一款含咖啡因的饮料 被指责造成两例死亡事件而成为焦点 一位佛罗里达州男子和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 分别在喝了这款饮料后突发心脏病并死亡 他们的家属提起诉讼 指责Panella Bread为警示儿童 孕妇 哺乳妻妇女和对咖啡因敏感的人使用该饮料的风险 这款饮料的咖啡因含量高达237毫克 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 这两起案件引发了对该饮料是否安全 以及对咖啡因使用的监管问题的讨论 马斯克抨击丁克一族 道德败坏 网友 总结起来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最近表示 对于丁克一族不要孩子的夫妇对的选择并不赞同 认为他们是在要求别人的孩子在他们年老时照顾他们 他认为这种选择是道德败坏的 并称他们走进了基因死胡同 马斯克自己养育了10个孩子 并对人口不足问题表示关切 这一观点引起了一些讨论 宁德时代电池 美国大型能源公司下重手 网友 美国能源公司杜克能源公司 已经切断了与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 CATL生产的大型电池的连接 因为一些美国立法者和专家担心 这些中国设备可能存在网络漏洞 对能源网络构成风险 杜克能源公司表示 他们切断电池连接是出于安全考虑 并强调电池并未连接到乐穷营地的网络或其他系统 然而 宁德时代对此做出了反驳 称其向美国销售的储能产品没有配备 可能使其能够控制所受产品的通讯界面 对于中国电池的安装 专家表示 这些系统需要频繁的远端操作 与电池连接的电信设备可能容易受到黑客攻击 美国能源部在一份报告中警告说 黑客已将重点转向硬件和软件供应商 寻求添加后能功能 已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存取和控制 此外 专家还表示 协同攻击可能会摧毁能源网络 中共可能有能力发动网络攻击 以破坏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服务 一些美国立法者呼吁禁止采购 或使用中国供应商制造的电池技术 宁德时代是中国一家知名的电池制造企业 该公司的创始人间最大股东增取群 与中共关系密切 还担任中共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这引发了一些美国立法者和专家的担忧 他们认为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设备产生严重依赖 并存在国家安全风险 一些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敦促能源部 优先考虑美国开发的储能技术 以应对中共对电池生产的近乎垄断 并称这构成了重大的国防和经济安全漏洞 一些美国立法者还提议在国防支出法案中 禁止购买或使用中国供应商制造的电池技术 美国能源公司杜克能源公司已经切断了 与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生产的大型电池的连接 因为一些美国立法者和专家担心 这些中国设备可能存在网络漏洞 对能源网络构成风险 宁德时代对此做出了反驳 称其向美国销售的储能产品没有配备 可能使其能够控制所受产品的通讯界面 此外 专家还表示 协同攻击可能会摧毁能源网络 中共可能有能力发动网络攻击 以破坏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服务 一些美国立法者呼吁禁止采购 或使用中国供应商制造的电池技术 拜登称习为独裁者时 布林肯解释为何他是苦瓜脸 网友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在周四接受采访时 解释了他对总统乔 拜登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独裁者仪式的反应 布林肯笑着说 那天是一个漫长而激烈的对话 他的脖子有点僵硬 所以有些皱眉 他承认中美关系紧张 但也强调了美国总统的直接和坚定立场 表示总统代表所有人发言 这段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 引发了讨论和猜测 此前 拜登总统在与习近平会晤之前发表讲话 试图缓解人们对美中军事冲突的担忧 但他对习近平的定性被认为更加坚定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谴责 称其为错误和不负责任的政治操纵 接二连三出事 拜登遭遇重大外交挫折 网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打电话 通报了他最近的中东之行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努力 布林肯强调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维护海事安全和国际法 并指出 胡塞武装近期袭击红海商船对海事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威胁 然而 中国并非以哈冲突的当事国 与该地区的关系也没有美罗两密切 布林肯的外交斡旋显示出 拜登政府正试图阻止地区形势进一步脱离华盛顿的掌控 拜登政府面临外交挫折 其孤立俄罗斯的意图未能实现 甚至在与其重要伙伴国家阿联酋和沙特的外交部局也未经受住考验 以哈冲突正挑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领导力 拜登政府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 也要维护伊斯兰世界的信誉和地区和平秩序 这需要在战略上寻找平衡 拜登政府宣布对在约旦河西岸制造暴力事件的以色列公民实施签证禁令 展现了其在以哈冲突中的公平公正形象 以哈冲突超出了华盛顿的预计 导致人道主义危机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抗议和反对浪潮 以哈冲突与中东地缘政治、俄乌冲突以及大国竞争交织在一起 拜登政府清楚地意识到所面临的多重挑战 并采取步骤限制以哈冲突的扩大和升级 拜登政府的策略是阻断以哈冲突的外溢 维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力与阿拉伯国家的诉求的平衡 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并重塑中东秩序 拜登政府不仅面临外交挫折还面临政治挫折 共和党人在国会的撤肘可能使其对俄罗斯的外交努力 和人物抗俄联盟战略毁于一旦 美国参议院否决了新的紧急支出法案 其中包含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拨款 拜登政府全力展开政治攻势 但没有成功打动共和党人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进行外交活动 访问其邻国、东亚和中东 并保持紧密的外交、经贸、能源、政治甚至军事联系 拜登政府面临的挑战可能导致一系列后果 需要两党共同团结起来应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